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珊瑚 你这个刀撩得太高 到这儿就好 阿罗子 你这下盘不稳 腿退得太慢 明白 好 咱们再来一次 来 好 来 哥 哥 夏儿 摸练了摸练了 摸练了 听我说 今年的季道节出新化样了 要像当年蓬公出征那样 比武多帅 怎么了 你们还不信呢 八十一寨联名出的大告示 外面都传遍了 千真万确 对 哪个纪念祭道节上 夺了膨胱刀 哪个就能当上那个 那个 保安 保安总团的总团长 往后啊大湘西八十一寨 就由她一个人说了算 就由她一个人当头 这事儿 珊瑚子安到镇上看了布告 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哎 哥 你都晓得了 晓得了你还愣起 哎呀 哥 这么好的机会 你还不想想怎么去夺刀 哥 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练了这么多年的刀 不就是为了祭刀结伤 夺回膨胱刀吗 再说了祖司阵 如今哪个刀法能跟你比啊 这你都不去 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哎呀死狗子 大哥到底是怎么 夏儿别说了 到底是怎么了 来晚了 晚了 先生刚刚来过 临走时 撂下一句话 这次夺刀 我们哥仨 谁都不准去参加 为什么呀 这哪有为什么呀 不准就是不准 你问先生去 比武夺刀怎么了 比武夺刀 何老先生 办团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能这么儿戏呢 师座 实在是没有办法 大湘西蒙昧未开 荒满之地 也只有搬出这种老规矩 那帮债主才没得画脚 可是 又怎么能够保证 这个彭公刀不落入那些 反对办团的人手里 难道何家大少爷 真有把握 打遍大湘西无敌手吗 我 我 大孙子是 大湘西一等一的好刀客 打遍湘西无敌手 不出意外 应该是绝对有把握的 不出意外 何老先生 成立保安总团 乃是关乎 轻匪搅斥的党国大爷 万万初步的一点纰漏 万一何家孙少爷要是比输了 这个场可怎么收啊 是啊 你是不会出意外 可是要是没人跟他比呢 没人跟他比 嗯 请师座放心 我和阿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这回的彭公刀 绝逃不脱我们何家的手心 是 哎 哎 超如哥有事啊 哦 没有没有 我 看你洗衣服 这 这洗衣服有啥好看的呀 我 看看 哎 怎么样 好看吧 嗯 我啊 跑编了省城 才给你挑了这一件的 不好看才怪呢 哎 哎 怎么收起来了 穿上啊 这一刹开得太高 穿不出去的 这才到哪儿啊 就算高了 不行的 我阿公会骂的 以后我在自己的屋里穿 新衣服关在屋里穿 亏你想得出来 阿公真的会骂的 你呀 好漂亮啊 丑如哥 这真是送我的呀 是啊 这么好的镯子 怪我了 谢谢丑如哥 哎 你摘下来干嘛 带着吗 那不行 这么好的东西 我怕弄坏了 等死狗子回来 我得让他好好看看 眼馋死他 哎 对了 珊瑚友跟你说过 也要送你什么东西吗 他 他个没心没肺的 怎么会给我送东西啊 再说了 他穷个叮当响的 想送也没钱呀 钱 钱不是问题 那你看了这么多 有没有忠意的 挑了半天了 一劲打眼的 新鲜的都没有 你这太普通了 你太上心了 哪家没玩有这福气啊 哪家没玩 你就甭操这个心了 多难看呀 你打的这是什么呀 哎 我跟你讲啊 我就要打一个全祖司阵 都找不到挑不着的 让你哪家大户小姐 都没带过 满街妹娃看了眼睛 都往外掉的那种 你就告诉我 打不打得出来 打倒是打得出 可是 这价钱 对了 过完年 我打算去上海了 我晓得 你说过的 你想不想去 我哪能跑那么远呀 那如果 我带你去呢 真的 那也不行 我要是走了的话 就没人给我哥 和三狗子做饭了 大头哥和珊瑚 总是会讨婆娘的嘛 到时候不就有人做饭吃了 我就怕我哥找不到 他那死木头一个 有哪个妹娃会喜欢他呀 那珊瑚呢 有妹娃喜欢吗 他 又馋又懒又好赌 也就我还能忍得了他 哪个妹娃能正眼看他呀 夏儿 那你觉得 怎样的男人 采讨妹娃喜欢 要我说 祭刀街上夺回彭公刀 那才叫英雄偶汉 到时候 往民宫台上那么一站 把彭公刀一举 大湘西八十一寨的妹娃家 都得打着灯笼起上门的 你讲的都是真的 那还没有假 那 那省城的杨学兽 男的女的 都自由去群忠义的 那还不羞死人了 自由恋爱嘛 这有什么羞人的 那你怎么没自由一个 笨小姐看不上他们 还是看上了不好意思说呢 我可不像你做不了主 又罢你阿公是不 俗贞 你年纪也不算小了 在祖岁镇啊 像你这样年纪的 还有哪个没定亲啊 就算不讲自由恋爱 总有上门求亲的吧 有 倒也有过 可我阿公看人家不上 我阿公看上的呢 人家又 像我这样的 那些真正的债主大户 有几个不行啊 又来了师伯 姨太太生的怎么了 可这是祖司镇 人将讲究这个 哪家爱讲究就别理哪家 谁说做什么事 非得找债主大户的 小门小户怎么了 只要是正经人家不就行了 可我阿公他 你阿公你阿公 你阿公啊 就是把你当件东西 只想替他拉关系开门路 我阿公也是为我好 好了好了 不讲你阿公 你就真的没有相中过谁 没有对哪个男人 有一点点动心的 你讲什么呢 快说嘛 仔细想想 真没有 你看你看 脸都红了 还说没有 快告诉我是谁 不讲实话师伯 大行伺候啊 真没有 哎 哎 素贞姐 哎 笑儿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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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客人了 哎呀 客人 找我的 当然是找你的了 谁啊 哎呀你别怪是谁了 反正是好事 你快点啊 快点 快点 素贞姐 素贞姐 带茶呀 谢谢你啊 哎 哥 哥 你陪素贞姐坐呀 坐呀 哎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哦 谢儿 你也坐呀 我 我那个还得看铺子呢 我 你们聊 你们聊啊 慢慢聊 好 你 带茶 哎 大头哥 那天 在码头 谢谢你了 哎 抱抱 好 这 这 手帕 给你 一条手帕 还还什么呀 还 还 还是要还的 只是上面 沾了些血 我洗来洗去都洗不尽 你的手 没事了吧 哦 没事 打铁 经常会弄到口子 不碍事的 记得小时候 也是你救了我 这么久了 你还记得 有些事 是忘不掉的 我给你 下雨了 快来回家吧 下雨了 大头哥 那我就不做了 我先走了 看什么呢你 让我看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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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什么事啊 我哥跟苏珍姐在一块呢 知道吗 你给我老实点 听见没有 在里边 是啊是啊 苏珍姐 就走了 是啊 再多坐会儿吗 不坐了 我就是来谢谢大头哥 再坐会儿吗 真的不坐了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哥 你没看见下雨 快去送送啊 嗯 去啊 快 去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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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走了 你给我进来 我到了 那我走了 谢谢你了 大头哥 我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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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这么晚了 你有事 豆角你老憨 打刀在祖司镇有一号 果然不是垂的 大少爷 过过枪啊 祖司镇上下都知道 论打刀 兄弟刀部才是第一啊 你老汉打得也不错嘛 大少爷 你这要干啥 大盗 你 你是要打多少刀 三十六口 大少爷 别开玩笑了 这么多钱 够打几百口刀的了 我打这三十六口 值这个价 大少爷 你要打什么样的刀啊 我打什么刀你莫问 我只问你 打得打不得 大少爷吩咐下来的 只要我打得出 哪敢不打 打得出打不出 其实我也不晓得 但无论你打得出打不出 都得给我打出来 听清白了 老汉 大清嫂子 你跑这儿蹲着干啥 你干什么呀 昨晚喝多了吧你 大哥 老汉来了 老汉 大头兄弟 你这是做什么 一定昨晚喝多了 老汉 快快起来 这是怎么了 好 屋里说吧 来 进屋说 三十六口鬼头云刀 刀刃要锋利无比 每口刀还得按六点梅花排序 各留两寸三分炖刃 外表还得装得一点都看不出来 是是是是 这炖刃的口还得一点看不出来 这份手艺我老汉实在是没有啊 可何大少爷放了狠话 腊月十八前 要是交不出货 我一家三口就活到头了 大 大头兄弟 我想了一整夜 这大湘西八值一寨 只有你们兄弟有这份手艺 也只有你们兄弟 能救我一家老小的命了 这是干嘛呀 这每一把刀刃都要留顿口 这何家到底要耍什么命呢 祭刀劫啊 祭刀劫 没错 何家这么做 是想在祭刀劫上作弊 你忘了 祭刀劫上要上民工台现在怎么样 过刀山哪 三十六口鬼头云刀 上阵的刀客必须赤脚踩过去 才能上民工台 他想把刀子打得 只要踩上去 就会被割伤脚底 可按地理他又在刀口上有了盾刃 他何家人脚踩盾刃过得是轻轻巧巧 而别家的刀客 却连民工台都上不去 台上没人跟他比 这刀自然归了何家 这何家真不要脸 大头兄弟 大头兄弟 小声点 小声点 千万莫喊出去 何大少爷说了 这事要传出去 明天 我就得给老婆 信阿宰收尸啊 你们都是知道的 我是盘硬栋来的外来户 在祖司镇没根没基的 他们何家 真要我一家人的命 就跟黏死一只蚂蚱一样啊 别着急 大头兄弟 游行砣浪游 左双海楼 车吃百步的字有太老 八月是无悠 你莫来去 九月重阳我送又来了 九月重阳我送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嘛呀 大哥 你们俩倒是动动脑子 这事该怎么办 这还用想 你等着 这会儿啊 和家就要来登我们的门了 他等咱们的门 你想 老韩没这份手艺 和家能不知道 既然知道老韩打不出刀 干嘛还枉死逼他 不就是想让我们哥几个帮他嘛 他晓得直接来找我们一定遭到拒绝 所以他就利用老韩一家的命 逼我们帮这个王 到时候他们不出面 即使我们捅出去 也抓不着他的真凭实据 退一万不讲 即便我们真不帮老韩 那老韩的手艺也是不赖的 他打的刀 除了我们兄弟几个 我看没几个能看出破绽 所以啊 他们是在封我们的嘴 以后啊 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门到了 施老板 唐老板 得 来了不是 有 珊瑚兄弟 哎呀和尔少爷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们 兄弟几个都在吗 和尔少爷今天这走错门了吧 坐会儿坐 坐就不必了 那什么 我看我家素贞妹子 来这儿了 她在不在这儿啊 哎 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你们和家的千金 怎么能跑到我们这破铁匠铺来呢 是不是 瞧您说的 我看见我们家素贞妹子 往这边来了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行 那您先忙着 那回见了 回见回见回见 不送不送 你说她这是真找人呢 还是 难道 也是为了打刀的事 有 有 大头哥 素贞 大头哥 我替您做了双鞋 不知道合不合适 这怎么是的 来 试试吧 我这脚太脏了 你先试试大脚合不合脚吧 来 试试吧 好 素贞 你怎么知道我脚的大小 我 不行啊 难道 水燕子 比较小一号 你先脱下来 我回去改改吧 合适 那 我先走了 大哥 这事不得劲吧 不紧 不紧不紧 合适 正合适 我不是说鞋 你想 合家的千金大小姐 给你多了双鞋 这是不是 是 而且又是在祭道节 夺到这节骨哑上 你们俩 什么意思 恐怕这是合家使的美人计 没错 合家这次是铁了心的 什么招都使得出来 大哥 你这人太老实 我们是怕你吧 你这人太老实了 苏贞 大头哥 大头哥 大头哥哪不合事吗 苏贞姑娘 你是合家的千金小姐 我只是个穷打铁的 我 我高盘不上 我 不要 苏贞 好好好 慢走 请神容易送神难哪 苏贞 你躲着干什么 没 没什么 苏贞 你去哪了 必来找了你好几次了 我出去买了点头发油 恰巧见到你们那么多人 我就 说好吞吞吐吐 晚上有个酒宴 拉着你娘一块去吧 小的 站住 这是什么 你可以不要脸 可是不能丢了何家的脸 你打消这个念头吧 你臭铁匠 这只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都没随着 你没法吃天鹅肉 你这么烦死了 sunt油 你这么烦恶了 你这么烦恶的 你还不是幻非 你许真的 每天菜都做着这么咸 大头哥 汤不咸 喝汤吧 不吃了 大哥这是憋谁的气呢 自己跟自己憋气呢 今天何素贞来咱们刀铺了 素贞姐 他送给大头哥一双鞋 但是我和程如吧 都觉得那是何家史的美日记 就让他把鞋给送回去了 吃吃吃吃 手吃要吃 你们呢 我真不知道该跟你们说什么才好 我们跟素贞姐从小一起长大 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还不知道啊 我 我 我什么我 其实 我的大头哥呀 人家一个姑娘家 给你个臭打铁的送鞋 那送的是鞋吗 那送的是人家一片心意啊 我真没见过像你 你这样的一个不扣人 你给我听着 马上去给素贞姐赔礼道歉 你 肯娘的 一肯大字不小一锅筐 你看个卵呢你 罗师公的话大家就听见了啊 说着看 老子以后该怎么办 傻怎么办呀 如果真像罗师公说的 是冲着咱们黑棋会来的 挺家伙干就是了 挺家伙就干 你当国君三十二师 和九栋八十一战的民团 是你家的婆娘呀 沙彪 你他娘子是真傻吧 老五 傻彪入会晚 不知道十年前 发生的那场灾难 打到把子 河家勾结官府 弄出了夺刀筹办保安总团 这一招 的确是高安 利用乡民上午好勇的血血 企图重演十年前 官兵勾结民团 围剿黑棋会的这一幕啊 十年前那一战 还得我彭二哥五三哥 战死在天门山 害得我十大哥 死在彭宫庙前 如果这次让河家的计谋得逞 我们又不知道死多少个兄弟 打到把子我看咱们只有先下树尾桥 趁黑摸进河府将河家灭了门 再一把火烧踩个惊光 我看看谁还敢和我们黑棋会作队 不不不 老五 你太不了解乡民的血血了 你这样做的话 只会让九栋八十一站拧成一股绳 齐心协力地来对付咱们 到那个时候 咱们可就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这也不成 那也不成 难道让我们等死吗 大老霸子 大老霸子 大事不好了 广库房的蓬余脑科 还有黄胡子 他们偷的银子 逃下生去了 沈哥 骚马猴 赶紧派人卡住圣侠 把他们给我逮回来 是 贵客来了 里面请 里面请 请请请 三位都在啊 杨老师 志兰也来了 杨老师这几天啊 忙着帮我办学堂的事 饭都没怎么好好吃 志兰又不喝酒 既然三位都在 咱们就拼一拳 来 喝酒也热闹些 来来来 坐 坐吧坐吧 好啊 来 坐 来 坐 来 杨老师 你是从省城里来的先生 这山沟沟里的生活 你过得惯吗 我一个教书将 和你们行当不同 其实啊 没有什么区别 怎么能没区别 在这个冬日的清晨 又听见一阵阵烈马四鸣 又听见一阵阵烈马四鸣 手牵手寒风中踏上 中心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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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肉城 exposed 愛 我有一個人的愛 一面年不來 我面不來 要是我不能縮臉 不堪養 為了新年 兄弟那盤流盡 最後一滴血 為了姐姐 哥哥 用生命築成天雪方弦 拼了命 為的是還能 看一眼假中等待的姐姐 一面不來 我也愛他 一面年不來 我面要 要是你不能縮臉 不堪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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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不能縮臉 為什麽 要是你不能縮臉 為什麽 要是你不能縮臉 不堪養